字在必得 大家好 欢迎收看自在必得 这一期我们准备了非常丰富的内容给大家收看 记得在看之前记得点赞 关注 还有点小铃铛 还有subscribe 那今天我们要讲的是 男生们注意了 男生男生 尤其是未婚的男生 而且是有女朋友的男生 因为今天的主题是 如果你女朋友有这颗字 借钱也要取得借 好幸福哦 那我们讲说今天 你有听过很多人讲 万夫字 万夫有没有 万夫命 那有一些的人在结婚之前还会 特地拿着这个八字 两个人的八字去配 看这个女的是万夫啊 还是客夫啊 不过在以前的年代你懂 那个封建的年代 如果是遇到客夫的话 哦哦 就 然后买起来 就要买起来了 就不娶了 买起来那个要被砍头的 就不能买起来了 但是现在的这个年代的话是爱情自由 爱情自由 但是如果说家里面会比较迷信 会比较迷信的话 那也是会这个拿八字去这个叫做配婚 看两个人合不合 然后我个人是觉得啦 我做了这么久的这个命理的话 那个配婚的话 那我就不去评论其他的老师的做法 反正我只相信四个字 是能定圣天 能定圣天 如果你真的是对那一个人哦 爱的那么深啊 基本上这个客不客也不会是问题的 对不对 好 那没有关系 如果今天你的女朋友 你未来的老婆 她天生又带有这个我们所讲的万夫命的话 会不会更加幸福 对你的这个婚后的婚后的这个生活 会不会更有帮助呢 会 会齁 那今天我们就来 放空了一下 那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下 你的女朋友如果长了 这个字 这个字 那 因为我一直断线 不是这个字 是 今天我们要看一下 如果你女朋友长的这个字 不要做女朋友了 赶快带回家做老婆 好 那我们来看这个字要长在哪里 第一个字要长在这个地方 看一下 好大个额头啊 它就是在额头 这个额头 咱们讲好大的额头 在以前的话 很多的富贵人家不喜欢这样子的额头 他们讲是客服 哦 其实 在现在来说 这个 不是的 不是客服 那是男生嘛 那是男生嘛 所以没关系 为什么 这个讲额头会客服呢 还记得吗 这个电视剧里面 古装系 时常会有说 女子无才 便是得 所以以前的话 都不给女生读书啊 所以我非常不得 嗯 但是现在的话 就是男女平等嘛 那女生的话 甚至有一些的成就都比他的 男朋友或者是老公好很多 对不对 然后 有这样子的额头的话 就代表了两个字 聪明 是吗 是 聪明 又或者是说 有这样子的额头的来讲 他的这个 我们所讲的智慧都很高 然后智慧都很高 然后我们讲智慧高 学历高 那他的这个职位 相对的也会比较高 收入也会比较高 如果他的老公的话 就是成 这个怎么说啊 如果说他的老公的 没有他这样好的一些 performance的话 你说了 可能会自卑 可能会给别人笑 有没有 所以说高额头的 不是代表客服 但是他最好是找一个 跟他一样匹配的 这个配偶 会来的比较好 好 那我们来看 今天这颗 如果你女朋友 他的这个头上 有这颗智 我们今天讲智 不是讲额头 我讲说好像 好像有点 好像脖离那个 没有关系 反正刚才问到 这个额头 就带到那个 那个额头的代表去 这样我可以把这个 提高一点 反正智 他也是面相学了一种 面相学了一种 那面相 跟这个智相配合的话 那你可以看到 看到更清楚 这个人的一生 他的这个际遇 那我们讲说 今天额头长智的女生的话 他基本上 都是比较踏实 比较这个稳重 那属于贤妻良母性 如果男生们你 喜欢的这个对象 或者你未来的老婆 你是喜欢他相夫教子的话 那你就赶快 赶快做决定 然后另外的话 他的这个 这个 额头这边 长有这颗字的话 也代表什么呢 他有帮夫运 帮夫运 帮夫运 所以说这个是 除了 除了你把它取进来 你是可以额外收到一份 大礼物 就是 无形的礼物 就是能够帮助你 这个事业 对 好 然后下来的话 还有一个字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 眉毛的上边 那你可以看到这个字的话 刚好 这个图片里面 它刚好是在我们的眉中 眉中 就是眉头眉尾 眉中 眉头眉尾 我讨伙 眉头眉尾 OK 眉头眉尾 它是在眉中 长在眉中这个地方的话 那你也可以 赶快 赶快的行动起来 把你的女朋友娶为家 那我们讲眉毛 中间上方的这个 女生的话 就是说 为人更加细腻 然后就是贴心 然后善解人意 也更有包容 包容力 因为两个人生活 毕竟是两个 不同样背景的家庭 聚合在一起 然后不同样的性格 包容就是可以保证一个 幸福美满生活的其中一个元素 好 那我们讲说 有这个眉中上面 有这个字的 基本上如果是爱一个人的话 她就不求什么回报 只要真心爱你的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眉毛上面有字的这个女生的话 财运也会特别好 财运也会特别好 她自己的财运 她自己的财运 但是结了婚了 你的还是我的 我的还是我的 就是没有分了嘛 对不对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再下来就是 还有一个字非常好的 就是在眼睛的 这个眼角 眼角 眼角长字 你们看这个照片 眼角长字 如果你的眼角有这个字的话 不是你 你生年女朋友眼角有这个字的话 也可以 赶快赶快把她 娶回家 那我们讲说眼角 部位有字的 她 基本上也是比较温柔 然后也如果她 愿意在婚后做工的话 她的这个 怎么讲 她的这个财运也会不错 也可以赚到不错的收入 然后而且更重要的 更重要的很多家庭都会遇到问题 就是婆媳问题 但是这个眼角有字的 她就能够把这个婆媳问题 处理得非常好 所以对很多男生来讲 这就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好 那 下来如果说还有什么字 可以增加分数的话 就是我们的鼻头长字 鼻头 鼻头长字的话 代表这个女生 她未来的财运也是非常非常的好 所以在这个area 对鼻头 对 鼻头长字 那在鼻翼长字的 还记得我们有一集 做了在我们的鼻梁长字的吗 那鼻梁长字的也是非常好 但是如果她是有做自己的事业 那更明显 如果说家庭主妇的话 就是相亲叫子的话 她是带鼻头会来的比较好 就是时常可能会有一些横财 有一些偏财 这一类的 或者是帮助她的运气 可以带动她老公的事业 也是非常好的 好 那 今天我们跟大家讲了四种 四种就是额头 眉中间 还记得还有哪里吗 眉角 还有鼻头 如果你女朋友 有这四种的话 不用等了 你现在马上可以求婚 有任何一种的话 那老师也建议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段 未来会是美满的婚姻 好 今天我们的视频就讲到这边 喜欢今天的内容的话 记得分享出去给更多的朋友 我们下一个视频见 拜拜 by bwd6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